你每天下楼6弯都比坐飞机危险 前不久 东韩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关西雾州上空失联 目前的消息是 飞机上132人全部遇难 两个黑匣子呢 虽然现在已经都找到了 但是数据还在解密当中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飞机这种出行方式真的这么危险吗 如果遇到飞机事故 怎么才能增加活下来的概率 欢迎大家来到十万个聊什么 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鼻音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谢儿 其实从1903年 莱特兄弟第一架动力飞机飞上天以后 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已 但是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现在每天有数千架航班在全球起降 在1903年飞机刚刚诞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说 飞机这玩意儿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 特别是单年那种简陋的飞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 开飞机和坐飞机都是一件非常随意的事情 甚至连手套和帽子都不用戴 即使戴帽子那也是因为高速飞起来 头比较冷用来保暖用的 而不是因为安全 直到1908年 人类历史上第一起空弹发生以后 人们才觉得飞行原来也是挺危险的事 1908年9月 奥威尔·赖特向美国陆军展示自己新研制的红翼侦察机 他邀请了美国中尉托马斯·塞夫里奇 一起来体验这个高科技装备 塞夫里奇中尉那可对这高科技玩意儿非常感兴趣了 穿着他那身中尉制服 腰着烟斗就坐上去了 对啊 随后赖特驾驶飞机在150英尺的高度绕着美军军事基地飞行了4.5圈 到第5圈的时候 飞机的螺旋桨折断了 飞机的折断的螺旋桨 把飞机的一部分打了个大洞 最终导致了坠机 1908年这个时候 飞机上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比如说现在战斗机上的标配残射作品 连个头盔都没有 唯一能成得上保护措施的 就是赖特头上的一顶绒布帽子 最终赖特因为这顶绒布帽子还是活了下来 在医院里面躺了7个星期 而塞夫里奇中尉则跟他的烟斗一起与命当场 托马斯塞夫里奇中尉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于空难的人 从这个时候起来 人们才意识到 毕竟这是双脚离地的活动 还是非常危险的 这件事情也直接推动了人类航空的安全设计 后来人类才开始在飞机上不停地改装出各种安全装置 先是设计了安全带 然后又设计了安全头盔 然后还在一些特殊飞机上安装了降落伞 等等等等 到了1995年 格伦比亚的一架客机在飞行中货餐齐火导致最终坠毁在佛罗解达州的一片大沼泽地里 所以现在飞机的货餐里还安装了自动灭火系统 从1908年到现在 飞机已经变成非常安全的设备了 1959年 波音公司记录了每三万次山用飞机飞行会发生一起致命事故 而到了2006年 这个数字已经到了每420万次山用飞行才会发生一起致命事故了 简而言之 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下面这组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根据研究 在各种交通工具 每10亿公里死亡人数这个数据上 飞机是最好的 每10亿公里只有0.05个人死亡 这个数字最差的是摩托车 每10亿公里死亡人数是108.9人 很危险 对 但是刚才不是说吗 每10亿公里旅行里面 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摩托车 你猜一猜 也给大家猜一猜 死亡人数排名第二的是什么出行方式 我给你几个选项 飞机 汽车 火车 步行 自行车 是哪一个 步行 对 就是步行 主要步行的太慢了 所以11公里就多 就是完成11公里最长 所需时间最长 意外概率越大 没错 就是不行 每10亿公里有54.2个人死亡 所以其实你每天下楼6窝都比坐飞机危险 但是还是很多朋友恐惧坐飞机 原因其实也很明确 应该是在各种视频新闻报道里面看着那种恐怖的飞机事故景象 觉得飞机事故是非常致命的 一出事故很有可能是击毁人丸 毕竟高空而且高速基本上除了超人以外应该都没有什么实际上办法 但是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常式的地方 实际上大约95%的飞机失事至少有一名幸存者 比如说朱利安娜卡布卡女士 1970年她乘坐的飞机在1万米的高空被雷电击中 雷击引发了一场十分严重的火灾 最终导致坠机 飞机在离地面3000米的地方解体 但是卡布卡小姐可就很牛逼了 只是俗骨骨折 胳膊和腿扇有串口 眼睛有擦衫以外 没有任何大衫 腿脚手 甚至我们最容易骨折的肋骨 都没有出现骨折情 3000米 对3000米 对 不再降落身 落地 只受青衫 怎么做到 太极端了吧 对啊 这虽然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根据统计 从1993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 568起坠机事故中 超过90%的乘客都幸存了下来 有点犯蚕食 即使是历史上 历史上 就是从1908年到2008年这100年时间里面 最严重的150起空中灾难里面 也有超过50%的乘客 渡过难关 幸存了下来 更有趣的一个数据是 如果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 做了更好的准备 可以让你在遇到事故时 能提升30%的幸存距离 很高了啊 30% 提高30%啊 来 学一下 感觉你总有可以用得上呢 在你脚离开地面之前 你就要做一些事情来保护你自己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 如何在坐飞机的时候 保护你自己 尽可能的保护你自己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在飞行中 最危险的部分就是 着陆和起飞这两个部分 尤其是其中着陆这个部分 原因也很简单啊 我们的飞机设计出来是为了飞行的 离开地面让它飞行 我们会投入很多力量 但是停止飞行这件事情 我们想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比起离开地面这件事情 停止飞行这件事情要棘手得多 尤其是在恶劣天气里面 所以致命的事故中 大约有48%是发生在着陆阶段 有13%发生在起飞和爬升阶段 相较而言非常少 当然不幸的是 起飞和着陆这两个部分 是没有办法从整个飞行过程中删除掉的 不然啊 你就只能把自己发射到飞机里去 同样的 同样的 俄罕的概率可能从48%变成68%而已 所以说在飞行中尽量的减少中转的次数 绝对是增加安全性的一种必要方式 而且是最最最最有效的方式 好 第二点 这一点有点特别啊 而且是对各位女性朋友可能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就是假如你要坐飞机 尽量要避免在头等餐喝香冰炫耀 其实这个和炫耀姜冰灯关系不大 重点是头等餐了啊 虽然说确实 但是整个飞机里面头等餐是最舒适的地方 但是根据数据统计啊 坐在飞机尾部要比坐在前面安全的多 在2012年一组科学家进行了一起关于飞机安全性的实验 他们在一架波音727飞机上泛制了很多硅胶甲人 就是那种用于做痛撞测试的那种甲人 然后呢将飞机升到1800米左右 提速到每小时300公里 然后呢将飞机模拟坠机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沙漠里面 飞机在转机的瞬间速度接近每小时140公里 这个呢与常规的着陆速度相接近 但是下降速度却达到了每分钟457米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转机视频 在转机视频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飞机机头在转机过程中完全被撕掠了 测试得到的结论里面呢 视频也可以看到飞机驾驶舱完全从机身上撕裂飞走 断裂的位置刚好是在飞机头头等舱的座位位置 这辆飞机是波音727 它的7A这个座位飞出去27米之远 7A这个座位也就是差不多在波音737 头等舱最后一排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 出事故的危险系数极高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啊 机腹机尾基本上就保持了完整 在系好安全带并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的情况下 有超过70%的乘客能在其中逃过一劫 另外一项研究是2007年开展一项研究调查中表示 从1971年以来 所有的坠机事故中 坐在飞机尾部的乘客的总体存活率为69% 坐在机翼上方的乘客存活率为56% 坐在飞机前部的乘客 总体存活率只有49% 低了10个百分点 而格林威治大学教授 埃德加利尔设法弄到了 100多起坠机事故中的座位表 他发现在事故发生时 坐在紧急出口5排以内的乘客 生存几率大大提高 靠过道的座位也比靠窗的座位 安全系数提高6%左右 所以第二条秘技 也就有了 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 尽量坐靠近逃生通道 靠走栏 靠飞机后部的位置 是最安全的 我感觉这些位置挺要涨下的 我觉得还是头等他说最贵 毕竟其实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概率很低 对 第三个生存秘技 还是刚刚碰撞测试里面 专家们在飞机上放置了三种姿势的假人 一种小安全带 并以传统的 环抱支撑方式半斧着身子 一种系好安全带 但普通的方式做的 一种既没有系安全带 也没有采取环抱支撑坐姿 来射箱机记录显示 没有系安全带的假人 在飞机坠地的话瞬间就 灰飞烟灭 这已经 直接碎掉了 记者安全带 并以环抱支撑的方式半斧的身子的假人 生存几率最大 几乎它是完整的 所以别看飞机上那个安全带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 只是个这样的 很细小 但是关键时刻是非常非常管用的 在1989年凯格沃斯空弹中 当时一辆波音737飞机 在英国高速公路上坠毁 机上126人 47人遇难 外科医生安格斯华莱士 对这次事故研究表明 那些没有采取正确黄暴姿势的人 更有可能遭到严重的伤害 即使是存活 也有可能受到不可逆的伤害 最多的伤害是 小腿骨折和颅骨骨折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两件事 一 这是飞机上的行李 还是刚才那个撞机实验啊 撞机的那一刹那 从飞机内置摄像头可以看到 机三内所有的行李飞散出来 应急灯和氧气系统失控 但是这些飞散的行李 就成了伤害所有乘客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所以行李一定要符合飞机安全规定 不然真的遇到的事故 你飞机没给你造成伤害 你自己的行李掉下来 把你自己给砸了那不躲冤啊 第二个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 就是在飞机事故中 有一半的死亡是由于烟雾和火灾导致的 所以基本的防火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烟雾的话很简单 一块手帕打死后捂住口鼻就能防护 而火灾就有点麻烦了 你确保你旅行时穿的都是由天然纤维制造的 缠绣扇衣或者长裤 避免穿人造的纤维如锯脂乙烯和尼龙 这些会在高温下收缩融化 沾附在皮肤上完全无法舍掉 而且根本无法扑灭 非常危险 以上这几点你们都注意的话 还有最后一点你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也是说在最后最后的 尽量尽量避免选择额寒 我上班到Russia 和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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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stabilized在这架行 但 company都是 Crisis 火梦 あれ用烦号 particular 驢 Shake 啊 可以 说 他说:"What is the problem?" 他说:"Well, we lost one of our engines." 他说:"How many engines did we have?" 他说:"Well, we had two, now we have one." 好,以上就是老客空难逃生指南了 相信你有了我们的指导 一定能大概率在空难中活下来 现在空难中你已经活下来了 之后你就可能想接下来该发生什么 你该怎么做了 你此时应该是从残骸中爬出来流血不止 可能发现自己身处于沙漠中或者丛林中 如果别担心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UP主 我会推荐你参考 这个博主的视频 它能快速解决你在此时在野外吃穿住行的所有问题 尤其是吃野外生存几率提升百分之百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我们下期再见